哈囉,大家好,我是浩瑋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在台股每個月定期定額扣款買入的股票中 台積電是第一名 二到五名為金融股 第六是中華電 而今天要談的台泥 則是排行第七 我想會把台泥當作長期扣款的選擇 最主要的原因 當然是看好它長期的配息 以及獲利的穩定性 不過最近這一年多來 公司正處於轉型 以及受到原料上漲等外在因素的影響 獲利明顯出現下滑的走勢 近期的股價甚至已經跌破了禁止 我想這樣的價格 應該讓很多有在存台泥的人 多少會有一些心理壓力 畢竟在股災這段下跌的過程中 看著價格不斷的往下 真的是不太好受 那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台泥這檔股票 在跌破十年限 同時也跌破禁止的情況下 會是長期投資的好機會嗎 一開始 我們先來看台泥近兩年的股價走勢 可以看到去年 股價在創下58.7塊的高點後 一路走跌到最近的29.8塊 整段的跌幅高達49.2 那以近期收盤的價格來說 已經低於禁止 看起來股價的確是很便宜 只是該怎麼去看待這種狀況 我想就是今天要去探討的地方 還沒有訂閱的人 請幫我按個訂閱喔 謝謝啦 剛才有提到這次台泥修正的幅度 將近五成 那過去這十幾年來 還有兩次也是跌這麼多 一次是2014-15年的時候 當時也是跌了將近五成 而另一次則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 那時候更是跌了七成以上 從這邊可以知道 當景氣反轉進入衰退 這類型的股票跌幅就相當的驚人 這也是為什麼台泥需要一步一步從以水泥為主 慢慢轉型至綠能、儲能等再生能源的公司 只是說在轉型的過程中 難免會遇到許多挑戰 例如這次就是遇到大陸水泥消費減少 價格下跌 以及國際煤炭大漲等問題 那說到近期的煤價 從圖表中可以看到 國際煤炭從去年底到今年 每度的售價不斷地衝上新高 讓台泥在內的水泥產業 毛利受到嚴重的壓縮 可以看到第二季 台泥的毛利率甚至只有0.44 連1%都不到 這個跟過去30%以上的數字相比 落差真的非常大 從法說會上的資料 可以了解到 在2019年的時候 一頓煤炭是623塊人民幣 到了今年上半年 已經漲到1,259塊 漲幅高達一倍以上 這也讓台泥單季的ROE跟EPS 出現近十幾年來首次的負值 那這些數字反映在股價上 當然也不會太好看 相信看到這樣子的表現 的確是會對公司的未來感到擔心 不過我自己是覺得 針對台泥所遇到的毛利下滑 倒不是一種長期性的問題 但未來升級腳步放慢 煤炭價格也會逐步的回歸穩定 再來就是最近法說會中有提到的 一個是公司將採用更多具成本效率的替代燃料 再來是高毛利的綠能產業 隨著營收的擴張與成長 也將展現不錯的獲利能力 到時候毛利率自然會回到一定的水準 同時在法說會中也明確的預估 到了2025年 公司來自水泥的營收將會大幅下降 而循環經濟、綠能以及儲能 則將會成為主要的收入 那從剛才提到的煤炭價格 以及公司轉型的時程來看 未來毛利率要回到兩成甚至三成以上 問題應該不大 只是這段轉型還要面對現在高漲的通膨 以及接下來即將面臨的經濟衰退 投資人對於股價的期待 可能要有更大的耐心 再來還有一個是我個人也蠻看重的點 之前在頻道上有提過說 對於中國營收佔比過高的公司 我會盡量不去碰 那以台你過去幾年的資料 可以看到來自中國的收入已經到了六成左右 前年更是達到61.4% 這樣子的數字真的是很高 不過從財報上可以發現 去年開始有點不太一樣了 就是中國的營收開始下降 然後多了來自歐洲的收入 那以公司法說會資料所提到的 到了2025年來自水泥的營收會降低 而綠能則是會持續的提升 也就是指中國的比重會縮小 台灣以及歐洲則是會提高 我想這對投資人來說 長期下來會是一個正向的發展 而且更重要的是 綠能不單單只是未來的趨勢 而是已經可以化為實質收入的產業 抬你轉型這一步 我覺得是很正確的 只是就像剛才說的 近幾年還是會比較辛苦一點 想繼續持有的投資人就需要多一些耐心 至於大家關心的股價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落底 以及合理價怎麼去估價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從幾個地方下去做觀察 第一個就是剛才前面提到的外債因素 也就是包含煤炭價格 以及通膨所造成的成本上升問題 這會影響到毛利率是不是可以止跌回升 再來就是本身的賺錢能力 像是ROE能不能回到過去單季2%到3%左右的水準 畢竟這個數字對於估價上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再來第三個 一樣也是跟估價有關的本益比 由於近一期的EPS為負值 所以現在的本益比17倍多 其實已經是失增的數字 投資人可能要用未來幾年 以及評估過去的狀況 來去取出一個合理的值 那以台泥來說 我是覺得9倍或10倍是比較合理的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台泥年表的資料 順便說說我對這間公司的看法 相信在去年以前連續幾年的好表現 讓很多人覺得純台泥是一個很安心的選擇 但畢竟水泥產業受到景氣的影響還是很大 可以看到在2015到17這幾年 ROE都只有4%到6%多而已 毛利率也是掉到15%到20%左右 可見的當市況不好的時候 像台泥這種連續配起20年機優的公司 表現落差還是一樣很大 因此在公司表現好的時候 就要留意這個好還能維持多久 至於面對台泥的轉型 我是覺得這是一定要做的 畢竟低碳的時代 高污染的水泥液 勢必得面臨市場趨勢的改變 那台泥選擇的方向 濾能、充電以及儲能等 已經是一個可以化為實質營收的產業 相信在幾年之後 隨著綠能的營收提升 毛利改善 公司的獲利就會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 甚至連合理的本益比 都有機會被拉高個幾倍 那麼股價也渴望能夠越墊越高 以上的資料給大家做個參考 關於今天影片中有談到的台泥 相關的財報資料 以及估價數字 在影片結束之後 我會再把檔案 放到會員的社群裡面 有需要的人 可以去下載來研究哦 好 如果你還有任何問題 或想了解其他個股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還沒有訂閱的人 請幫我按個訂閱哦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拜拜 再 Retiley bullying rado 畫建 carriage bullied 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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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